为什么清朝官员在下位前要拍两下袖子呢 一是为了表明自己清廉 向皇帝证明他们是两袖清风公正联名 第二是为了证明自己袖子里边没有藏武器 因为皇帝担心大臣会刺杀他们 所以先拍一拍证明自己什么都没有戴 大臣拍打自己的袖子也是一种礼仪 代表大臣对皇帝的臣服效忠之意